那股本權證又是什麼呢? 股本權證其實是一種衍生工具 它是給一些上市公司發出去給公眾的 賣給公眾的 賣了這種股本權證給公眾之後 上市公司就有資金 所以如果上市公司賣股本權證 是可以為公司籌集資金的 這些應股權證是給持有人 以一個特定的價錢買入一些公司新的股票 剛才說過了 買入一些公司新的股票 這些股本權證是在聯交所買賣的 是屬於一種美式的權證 只要它在到期前任何一天 你都可以用那個特定的價錢去行使 去買入那股股票 那發行應股權證有什麼好處呢? 發行應股權證 即是股本權證的話 第一可以幫公司籌集到新的資本 第二發行應股權證的成本就不是那麼貴 這些應股權證可以在聯交所上買賣 比較容易吸引到投資者 因為比較公平、公開和開放 另外有些情況下 可能有些公司會用認股權證 來代替發放現金股息 當公司不是做得很好的時候 但又想哄股東 想派一些東西給他 就派一些應股權證給他 確保公司不會派了太多現金 但同時可以吸引到股東 或者投資者 而當應股權證被行使的時候 股東基礎有機會會闊 這些都是發行應股權證的好處 那好了 剛才講完股本權證 其實股本權證又是叫Wallent 衍生權證又是叫Wallent 那它有什麼不同呢? 大家要知道 股本權證的發行人是那間上市公司 如果這個股本權證行使了之後 那間上市公司是會發一些新股 給這個股本權證的持有人 而如果是一個衍生權證 它就不是那間公司發行 而是第三方發行的 一般來說 亦都不會有一些實物的股票 會給那個衍生權證的持有人 亦都不會有新股發行 所以能不能夠幫那間上市公司籌集資金? 不能夠 因為為什麼? 這個是第三方發行 是一間投資銀行或證券公司發行 所以它純粹是一個對賭工具 它不能夠為公司籌集資金 OK? 那應購權證和應估權證有什麼分別呢? 這些多數是衍生權證 衍生權證和賣股票期權是差不多的 如果我買入一個應購權證 即是那隻股票升對我有利 如果我買入一個應估權證 就好像買入應估期權一樣 股價跌我才有利 股價升我就會虧 搖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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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